请收看 汇律法师 冯雪讲座 经过百千节都没有办法测佛的智慧 为什么 因为你用那个生灭心 你怎么测这个不生不灭的境界 那是永远不可能的东西 是不是 就像在这个世间来讲的话 你用任何的东西 你都不能没有办法比喻虚空啊 虚空是什么东西 虚空它像一张卫生纸吗 不对 它像一个胡植吗 也不对 我们的脑筋里面会想象种种的像啊 那么这个见温极致里面 它会想象种种的像出来 就是二圣人套会想出一个空像出来 在空像里面啊 这可能是这样子吧 可能是这样子吧 对 那不生不灭的本体啊 它是妙用现前的 它不是一潭死水的 二圣人成空至极啊 变成本性是一潭死水啊 毫无生气啊 世心妙用啊 佛菩萨哪里是这样子的 佛菩萨不生不灭的本体 可是啊 妙用长现前啊 对不对 菩提这么长 妙用长现前啊 哎 你怎么去衡量它呢 当然没有办法衡量 这是法籍见温截肢 可是法离见温截肢啊 二圣人他所修的啊 都是六根清净 顶多就是断监事货 监事货不能离开见温截肢 不能离开六根 那么那你怎么样 那么那你怎么样 你怎么样除的话 只是用怎么样 强制的 关照的 那么想到说 哎 空掉一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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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在私意的境界里面呢 你私意的境界里面呢 是不是啊 当我眼睛 见到一切像的时候 我的内心里面想 产生说 这是希望的 我不要执着 这跟佛陀的这个 如如不动的智慧是天差 这个天差地的这个智慧境界的 当你知道这个是希望的境界的时候 我动一个念头 还动一个念头 哎 这是假象 不要执着 那功夫呢 我们还没有成熟的呀 记住 学佛陀是发现我们的本心的 见到一切像 那个本心就显现出来 这本来就不生不愿的东西 知见立志就是无名本 那个都是多余的东西 好端端的本性 你干嘛又要去动它 对不对 悟到在那动它也无法 你体会得出来吗 本来威武的东西 你为什么要强加任何的东西 就是这样子 这样才就是一个证悟的人 也不是说 我看到什么东西 我才来控制 我看到什么东西 我才来关照 那这个都是能锁不断的东西 那个差太远了 什么叫做证悟 这一切像就是本来 脆螺螺的 就是摆在那个地方